下一段要介紹叫做發酵 發酵 發酵就是利用酵素的催化作用 讓有機物分解 產生一個新的東東這個過程發酵 用一個比較難聽的話說 就是草生甜 草生甜 草生了就是跟發酵意思情況差不多 它只不過是草生的剛剛好 還可以繼續吃 繼續拿來用 因為像我們要講的酒醋醬油乳酸菌發酵茶 都是發酵的結果 都是超身體的結果 所以我弟弟說他不吃醋 因為他不吃醋 他說醋是酒壞掉 醋是酒壞掉就變成醋 沒有錯 酒壞掉就變成醋 等一下就有方論師告訴你 發酵 利用酵素分解產生的過程叫做發酵 第一個要介紹的是酒 酒就是含有酒精的 有分釀造酒跟蒸餾酒 釀造酒就是把水果 什麼東東 然後去密封的環境中 讓它發酵做成 所以有人會告訴你說 怎麼樣製製葡萄酒 就什麼拿個罐子 一層葡萄一層糖 一層葡萄一層糖 它就把它裝好 把它蓋起來 就做成葡萄酒 釀造酒 方程寫在下面 葡萄糖經過酵母菌的催化 變成乙醇 就是酒精加二氧化酵 有氣體 你可以想到兩種酒會知道它有氣體 第一種酒叫做香檳 第二種叫做啤酒 因為啤酒裡面通常會有所謂的活酵母 那麼會在裡面會產生 二氧化在罐子裡面 所以打開會噴爆出來 香檳的做法也一樣 那個酒裡面放了酵母 然後倒叉在上面 然後下去進行分解 分解完之後 葡萄糖分解完了 酵母就死竅竅的 就沉積在它的最底下平頭的地方 所以打開之後 那個二氧化在壓力 噴噴出來 噴出來一方面就有一個歡樂的效果 噴好開心呢 再來就是它記得噴出來 把那個瓶口那個渣渣 這種東西一起把它沖掉 然後沖掉OK 所以它會有二氧化碳 注意它有二氧化碳 它需不需要有氧 它需不需要氧 不用氧 它在缺氧的環境下做的 好不好 這叫做所謂的釀造酒 通常釀造酒有顏色 就是你那個穀物的顏色 葡萄皮的顏色 什麼之類的 有那個顏色 通常會有顏色 OK 就是那個水果的色素 怎麼留下 再來 我們把這個釀造酒蒸六 因為去蒸之後 酒精會先揮發 再蒐集下來 所以酒精含量會比較高 這考試喜歡問的問題 請問你釀造酒跟蒸六酒 誰的酒精濃度高 答案叫做蒸六酒 它因為它有蒸六過 像米酒高粱酒 我們古時候的參考書 給你寫米酒是釀造酒 不對 公賣局賣給你的那個米酒是蒸六酒 誰做的米酒是釀造酒 原住民做的那個小米酒 原住民做的小米酒是釀造酒 公賣局買到那個米酒是蒸六酒 酒精含量比較高 酒精含量比較高 所以這是考試會問的問題 誰的酒精含量高 因為它蒸過酒精先烤出來 再蒐集 所以它的酒精含量會比較高 你的含量會比較高 OK 那麼這它的含量就是 體積百分濃度表示 體積百分濃度表示 然後二十度就表示是百分之二十 VOL表示是體積百分濃度 也就是一百毫升 裡面有二十毫升是酒精 啤酒的酒精能量大概四點五 四到五之間 四點五 意思是你喝一百毫升的啤酒 你就喝了多少 四點五毫升的酒精 那那個五十八度高粱 什麼意思啊 就是你喝了一百毫升 你就喝了多少 五十八毫升的酒精到肚子裡去 五十八度高粱 那考試會有人請你算 我的酒精濃度百分之四 那我現在喝了六百毫升 請問你我喝了多少酒精下肚子 這樣做算一算就可以了 就是有關於酒的部分 考試的重點就在要考那個 第一個就是考 釀造酒跟蒸六酒 誰的酒精濃度比較高 第二個呢就是 請你算一下這個體積百分濃度 你到底喝了多少的酒精下肚 這就是有關於酒的部分 OK